大家好,我是刘子 从今天开始跟大家聊聊 历史上最乱的时期 两进 李特先是打败了欣然的禁军 紧接着又拿下了广汉 随后李特稍作修正 便向罗上扑来 罗上拼死守城 才勉强把流明军挡在了城外 但是一时半会儿也没找到破敌良策 于是他就写了两封信 一封写给了朝廷请求增援 另一封写给了自己的老家梁州 这两封信还都起了作用 当时朝廷里的司马伦已经过气了 掌权的是和监王司马勇 他就派手下带兵五千前列增援 而这会儿罗上的老家梁州 也送来了资政银两 就算是解了罗上的后顾之拥 成都的战事自然也就陷入了僵持 但是城外的流明军士气高昂 而罗上的援军还在路上 他就下令在成都外围筑起常围 挖起豪沟往里注水 史书记载罗上在成都外围 挖了七百里的壕沟 此时李特也是束手舞策 趁着无聊的僵持过程 李特就干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在公元302年 李特自成一周目 大将军大都督 改年号为建初 由此建立了成汉政权 建立政权后 李特又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效仿汉高祖刘邦 约法三章 着力缓和与属地百姓的关系 同时他把大部队分散驻扎 有了政权之后的流明军 纪律速冉 流明跟本地人的矛盾 也大为缓解 李特派出去的征量队 也收获破风 粮食的问题就暂时得到了解决 而就在这期间 司马俑派来的援兵 也被李特派人击败了 压制的罗上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苦苦支撑 表面上看 胜利似乎特首可得 然而大难不其而至了 罗上猜 不等于他手下人都猜 李特和流明军的致命破绽 就被罗上手下一个叫任鸣的发现 任鸣就来找罗上 第一句话就差点让罗上把他赶出去 他说民工放心 李特败王就在眼前 罗上一听你喝了嘛 咱们被人家包围 你说败王就在眼前 这时任鸣就说 您先别管我喝的是酱香还是农香 先说说李特现在连营百里 看上去很强 其实不然 他的部队都分散在周边的各个村寨 一旦有事情发生 他集结部队就得花不少时间 现在如果和周边的这些民团联合起来 约好时间让他们拖住流明军 然后咱们再从城里面杀出去 直扑李特的中军 李特必败 罗上一听顿时觉得这点子还不错 看来喝的不是假酒 随即又说 你这么慷慨激扬催人尿下的 也甭找别人去了 就你去办吧 稍作准备呢 任鸣就从城里出来了 直奔李特的大营 进门就对小兵说 我是城里的郑处级 赶紧带我见你们领导 当兵的一同胞 李特也挺重视 说不定有什么重要的情报 一见面呢 任鸣也是好演技 趴在地上就大哭 说城里面已经断粮了 可是罗上身边一小撮死婴分子呢 就是不投降 大家也都盼行音盼业脸一样 盼着你们赶紧打进城去 解民于水火 李特听完哈哈大笑 看来生亲罗上 直可待 就在李特找不到北的时候 任鸣就接着说 您看我好不容易跑出来 能不能容我回去看看 一家老小 这会儿呢 李特心情大好 一听这要求不过分 回去吧 就把任鸣给放出来 等任鸣从李特大营出了以后 他就开始了第二步计划 秘密游说周边的这些豪强 任鸣就表示 朝廷不日 便会派大军前来 届时灭李特 易入反掌 你们这帮货 屁股该坐在哪清楚吧 灭了李特 你们是有功之臣 将来朝廷和罗刺使 一定不令重伤 你们要是屁股歪歪 等面了李特 接下来就跟你们算账 反正是连湖又在炸火 成都周边的这些豪强团练 就都答应了 外头联系好了 任鸣就悄悄潜回了成都 在之前任鸣走的时候 罗上又再次给朝廷上说 请求援兵 这会儿万事俱备 就等援兵来了 还别说 从来不靠谱的朝廷 却靠谱了一回 罗上的折子到了洛阳后 不久就有消遇传来 晋惠帝派荆州刺使 宗代 入川前来增援 城里的罗上和任鸣 当然是欢心鼓舞 城外的李特 则表现的不屑一致 李特就着问 城里面反正是断粮了 罗上的败军之将 也不足为据 所以他就把主力部队 交给了儿子李档 然后让李档 去迎击荆州军 自己带了一部分部队 继续跟罗上对峙 等李档带兵走远了以后 罗上就开始整顿部队 同时再次派出任鸣 联络各族豪强 一切准备就绪后 在公元303年的一天夜里 罗上悄悄打开了城门 成都军直捕李特的中军大营 李特受到攻击后 赶紧下令集结部队 准备迎敌 可是这会儿他发现 部队已经是一盘散杀 集结不起来了 流民军已经被团练 团团包围 而且谁也没有料到 会获起昼夜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结果兵力悬殊 李特就被打得大败 开始撤退 但是李特依然能够掌控 现有的部队 并且保持建制不乱 也并没有出现溃败的情景 这样反倒是给了 罗上一个错觉 他认为李特是在玩脱刀剂 罗上看李特退得离成都远了 就下令不追了 可万万没想到 罗上这一撤退 反过来又给了李特一个错觉 后者判断罗上这事 外强中干 兵力不足 命运在这跟李特 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李特居然下令流民军停止撤退 转入追击 去踢罗上的屁股 两军血战了一整天 李特所顾全军覆灭 李特自己也战死疆场 然后脑袋又被禁军砍了下来 李特的弟弟李刘 也只好极力的稳住剩余的部队 然后就派人教诲 正在跟京都军作战的李当 双方合并一处 跑到山上去打游击 可等流民军还没把屁股作热 就有消息传来 本着斩草出根的理念 罗上又出兵 搞死了李当 李特父子是流民军的主心骨 代替李特位置的李刘 也不知道怎么办 思来想去呢 他把李特最小的儿子李雄叫来了 当面就跟李雄说 要不然咱投降吧 李雄呢 这一年28岁 一听李刘说要投降 立刻学贯通人 我把我哥都死在罗上手里了 现在你让我向他们投降 李雄是坚决不同意 但是李雄被他的叔叔李刘给马跑了 自己做了决定 就派人去找罗上投降 罗上听完当然是大喜过望 双方就开始走投降的流程 李雄被撵出来之后 窝了一肚子祸 这个时候他有一个表哥叫李黎 就来看他了 这个李黎呢 可不是省油的灯 他看着表弟脸色铁青 就问怎么回事 李雄把来龙去脉一说 李黎笑了 说你想把这事搅黄 太容易了 你趁罗上和李刘交接的时候 出兵偷袭进去 罗上肯定毫无准备 这样就既能报了你父兄之仇 还能把这件事给搅黄了 李雄听了心花弄放 一拍大腿就这么干了 干掉李当之后的罗上 下了一道让他毁清了肠子的命令 全军放假准备受降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就在受降仪式的前一天晚上 白天还跟三孙子一样 攻顺的刘弥军 晚上就突然亮出了刀枪 进军毫无准备 顿时全军打乱 罗上一听这动静不对劲 马上就往成都跑 李雄就在后面追罗上 等一进成都发现坏了 李雄也跟着进来了 而且成都的进军 都让他放了架了 没办法只有跑吧 成都城就这么很无厘头的 在公元303年 再次落入了刘弥军的手里 罗上跑了 成都丢了 此时益州境内的进军 也没什么部队了 从公元299年 刘弥入属 到公元303年 成都失陷 这场战争 整整持续了四年 把本来复数的天府之国 蹂躏的是千疮百孔 也就是在这一年 李雄病逝 李雄把八级人的首领 传给了他的侄子李雄 第二年李雄在成都成亡 两年后成帝 国号成 始成 成汉 这就是五湖乱华的 第二个建国的少数民族政权 而与此同时 在中原地区 另外一个少数民族的故事 也在悄然展开 那么没能复杂 直接 就会有什么 年轻人